在將軍澳保林站等候接駁巴士的人龍打成蛇餅 有居民說 單是排接駁巴士等了超過兩個小時 還未暈 還未洗過白車 還跟你說話 今天天氣比較厚 如果再熱 熱我就暈 我最快熱 除了保林站 將軍澳線關閉的車站 還有將軍澳和坑口站 港鐵免費接駁巴士 來往保林到調頸領站 中途在坑口 將軍澳站上落客 由於在早上同一時間 大批將軍澳居民坐巴士小巴道外區 將軍澳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 車龍達幾公里 由里緣門道對開 交通道貫道百姓國 多個受訪居民都表示 即使提早出門 但最終都可能要遲到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至於其餘要關閉的車站 還有觀頭線的觀塘 黃埔 旺角站 馬鐵的馬鞍山等五個車站 東鐵大埔區和西鐵兆康站 輕鐵有四條路線暫停 港鐵列車服務提前在晚上8點結束 至於海底隧道紅磡出入口巴士站 上週繁忙時間交通正常 新巴 城巴 以及九巴龍運巴士 日間所有路線維持正常服務 九巴表示匯家派外勤人員到車站維持秩序 並因應個別路線合流調整班次 東網記者劉景輝報導